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BC普森总经理Frank 品牌打造对于企业其实是蛮重要的 相信大家最近都有听到或是生活在身边常听到一件事情 就是新冠线肺炎或是COVID-19 这些字语 这些关键字对于普森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字语 这些关键字也是相对 所以按照我们普森定义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沟通性 每个字眼也连贯到我们的公司的理念 这些都是我们的品牌之一 最大的挑战就是必须得持续的研发和投入 这是一个过程永远没有终止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一个煎熬的事情 但是也有我们的团队 也有我们董事长理念 也有我们碰到的客户 我们国内国外的客户 包括各方面的partner等等 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好一个挑战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持续的做沟通 其实最大的收获或是各种收获 就是有机会跟内部跟外部做个沟通 对我们的顾问来讲 我们有时常的沟通 包括不同的思考模式 做互相的challenge 这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一个收获 对内部来讲也是希望也有达到各部门 各同事暂停的停下来好好思考 公司对他们来讲公司的未来是什么 对这样的沟通对外对内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好 好